羽衣游走世间帮各地人民重建家园 逐渐成为了人们尊奉的六道仙人 他的跟随者越来越多 羽衣将查克拉分给弟子们 希望查克拉能够成为人们沟通心意 联系彼此的羁绊 并命名为忍宗 他和弟子们不断思考着生命 爱和力量的内在含义 并坚信有朝一日 忍宗会给世间带来真正的和平 游历途中 他们寻找出何时放生尾数的场所 并修建祠堂用来监督 弟子们将忍宗传播到了全世界 羽衣养首将近时 将尾数们放归了他的故乡 希望他们能够平安自由地生活 然而事与愿违 历史上企图滥用尾数力量的人层出不穷 最终磨光了尾数们对人类的耐心 实现旅行目的后 羽衣回到家乡创立了忍宗总部 并娶妻生子 妻子生产后不久因虚弱离世 留下的两个儿子从小亲密无间 当时的忍宗还不具备无数的要素 而且普通人只能用查克拉增强体魄和精神 天资过人的英陀罗十岁时就发明了硬核树 让人们掌握了将查克拉转化为力量的方法 这一精式创举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忍动的修行从精神转变成了树 英陀罗担心总有一天 它会变成武器 给世间带来战乱 羽衣非常惊讶 英陀罗小小年纪竟然已经看得那么远 历史的车轮 即使仙人也难以阻挡 俞认为既然查克拉最终难免变成武器 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强使用者的思想教育 英陀罗沉迷于力量 经常独自到后山修炼 不想黑爵趁虚而入 蛊惑了他 告诉他失去挚爱亲人的痛苦 可以激发他的潜力 玩伴们叫苏阿修罗去抓野猪 不想让野猪被黑爵动过手脚 紧追着要弄死阿修罗 小白舍命护主 英陀罗也及时赶来用内侧版千鸟打倒野猪 英陀罗就地心切 情急之下竟然开启了血轮眼 这双眼睛改变了他的人生轨道 英陀罗的血轮眼太过强大 除了鱼和阿修罗 任何人都会在他的注视下主动屈服 英陀罗体会到了力量的美妙 变得越来越自负和冷酷 你是特别的 总有一天 你的力量将超越父亲 你将天下无敌 黑爵的挑唆更是甜蜜的毒药 英陀罗的身后再无一人 他自负将继承忍宗 君临天下 黑爵窥视着这一切 他望着初步可及的月亮 终有一天 他将和母亲团聚 英陀罗初步掌权后 无论训练弟子 还是处置罪犯 都毫不留情 大家都畏惧他 担心他继承忍宗后 再没有好日子过 阿修罗虽然没有哥哥的本事 但重情重义 身边的人都喜欢他 因小白舍命护主 每年的忌日 阿修罗都会去祭拜他 于衣旁观着两个儿子 不同的成长道路 虽然大家都推崇实力强大的英陀罗 但他担心 英陀罗有朝一日 会走上灰夜的老路 母亲的暴政 是于衣一生无法磨灭的阴影 所以他在人宗继承人的选择上 甚至又甚 他想用试炼来考验儿子们 让他们分别前往不同的地方 却解决遗留在那里的神属残骸 于衣想得很长远 爱和力量 是他母亲当初 没能解决的终极命题 老天给了他这两个儿子 就是想让他坚固力量和爱 只有这样 才能发扬忍宗 他希望儿子们 能通过这次试炼得以成长 领悟他的良苦用心 好既有太藏 跟阿修罗一起闯荡江湖 他们千辛万苦 来到了地图标记的地方 没有发现神树 却发现了一处沙漠绿洲 听闻是忍宗之村的莱克 长老热情地款待了他们 沙漠里居然有如此肥沃的土地 让阿修罗感到不对劲 阿修罗感应到神树的方位 想去山上查看 却被守卫拦下 他们正苦无头绪 一位名叫甘奈的女孩忽然来替妈妈求医 甘奈将阿修罗带到村子的疗养所 里面的病人不少 阿修罗发现 这些病人的身体竟然长出了根须 这病多半和神树有关 阿修罗的忍宗是半调子水平 光靠他也医不好这病 他决定从病原入手 和同伴们打晕了首位 钻进山洞查看 果然发现了神树 原来是神树的树叶滋养了土壤 才在沙漠中形成了富饶的绿洲 神树的树叶 会通过腹极效应 通过粮食作物和飞禽走兽 最终堆积到人的体内 经年累月就会导致病变 阿修罗告诉长老 神树之力是慢性毒药 虽然能让土地变得富饶 同时也在毒害村民 不料长老对这些情况早就一清二楚 他说在神树恢复力量前 这里连年大汗 民不聊生 饿死的人远比病死的人更多 村民们一直尝试挖井 却始终挖不穿地下的岩层 神树是他们能吃饱饭的唯一依靠 所以就算明知神树的危害 大家也只能默默忍受 因陀罗所在的村子也是同样的问题 羽衣特意这样安排 想看看两兄弟要如何妥善解决 如何在不动村民饭碗的情况下 处理神树呢 阿修罗苦思良久 终得一计 那就是挖井 岩层太硬太厚 锄头不管用怎么办 用风炖硬挖 阿修罗热血上涌 发誓管他多少年 不挖到水 事不罢休 与此同时 因陀罗已经完成任务回村 在他的血轮眼面前 没有人胆敢反抗 门人都认为 因陀罗十拿九稳了 羽衣却坚持 要等阿修罗回来再定夺 这一等就是一年 阿修罗终于回村了 还带回了众多铜板 监工蛤蟆丸 偷偷告诉羽衣 两个村子的现状 宣布忍宗继承人的时刻终于到来 两兄弟汇报了自己的情况 阿修罗日复一日的苦干 这于公一山的精神 终于感动了村民 玄尊人抄起锄头铁锹 投入了挖井事业 阿修罗还教授大家忍踪 骑开封盾 高压钻井 当井中终于出现水尸 人们含着热泪欢呼雀跃 虚会忍踪的村民们 齐心协力救活了病人 神树在大火中化为灰烬 从今往后 这个村子将摆脱束缚 迎来兴生 因陀罗的处理方式 也是挖井 但他是靠自己的力量绊倒的 于一文言 宣布将忍踪传给阿修罗 所有人都震惊了 因陀罗盲问 父亲对自己有何不满 于一说 因陀罗处理的村子 现在濒临毁灭 村民们为了争夺井水 互相残杀 最终自取灭亡 同样的一口井 却给两个村子 带来了不同的命运 唾手可得的幸福 不会长久 而阿修罗和村民们 共患苦难 大家对于来之不易的幸福 才会倍加珍惜 于一希望 因陀罗好好辅佐弟弟 兄弟俩 共同支撑 忍踪未来的发展 心高气傲的因陀罗 哪里肯一 这简直是他 平生受到最大的侮辱 他越想越气 越想越不甘心 可是现在 又打不过父亲 只好躲在山洞里 无能狂怒 朋友们好心安慰他 他却回头 掏了他们的心窝 黑绝的话果然没错 他的眼睛再次进化 实力随着恨意暴涨 村子里正在举行庆典 很显然 大家表面上拥护因陀罗 内心都希望待人宽厚的 阿修罗继位 阿修罗却难以接受父亲的决定 毕竟在他心里 一直认为自己比不过哥哥 从未想过会有今天 于一说 只要怀着大爱运用忍宗 理解他人 同甘共苦 才能给人们带来信任和羁绊 拥有羁绊的人宗才不会变成外门邪导 严把 于一将自己的六道之力传给了阿修罗 众人正在欢庆 天边突然出现了不祥的查克拉 紫燕轰炸了会场 因陀罗从火中森燃走出 质问父亲为什么不选他 他认为父亲选择了爱 就是放弃了拥有力量的他 可他想不通自己到底有什么错 这趟旅程 他一开始也想和村民们同甘共苦 可是最后这些人却开始依赖他的力量 弱者们尊他为王 渴求力量 既然他的力量是与生俱来的 那就注定他是天命之子 有权用铁腕缔缔制规则 主宰世界 战斗一触激发 因陀罗随手放雷 像秒杀了没用的弟弟 不料阿修罗在挖井中 修炼出了一手绝招 天罩只烧掉了疾风丸的外层 里面的丸子一栋狂轰乱炸 稍微有点样子了嘛 但是这种程度是战胜不了我的 因陀罗浑身紫色火焰大声 怒开完全体虚左能乎 他要用绝对的实力踏平一切 毁掉附近口中不堪一击的理想 让他死不瞑目 因陀罗一剑斩下 足能荡平山域的力量 却被阿修罗挡下 他已经继承了六道之力 这让因陀罗的度火更胜 云医号召大家联手 将查克拉和信念传递给了阿修罗 阿修罗为了这份羁绊 爆发出沉寂已久的潜力 觉醒目盾之力 开其顶上画佛 将大哥的虚左能乎 摁在地上怒垂千次 因陀罗战败逃走 从此和亲人决裂 他创立尊崇无数的人数派别 要和忍宗分庭抗礼 于一弥留之际 因陀罗特地前来看他 他说父亲一直惧怕祖母 不敢直视这份强大的力量 只知一味地回避他 将爱和羁绊当作借口 父亲自私的偏见 将为忍宗的未来带来灾难 我的灵魂将复活战斗无数次 直到忍宗 还有阿修罗的族人彻底毁灭 阿修罗文言也立誓阻止哥哥 两人的誓言变成了宿命 他们的争斗漫长而无止境 憎恨的火焰烧得越来越旺 最终将整个世界 拖进了可怕的地狱里 如今这一切的终局已经到来 羽一对火影们说 无论如何都要救出名人和祖祝 他坚信这二人 能为忍者漫长的姻缘 找到最终的答案 我还记得了 你会想再逼 发生了